两个骗子,一个狡猾的农民在罐子里装满牲口粪,上面盖一层薄薄的奶油,拿到市场去卖。 他走到离市场不远的一棵大树底下,坐下来歇脚。 这时,另一个狡猾的农民在罐子里装满了泥土,上面盖一层薄薄的白蜜,也拿到市场去卖。 他走到这里,也坐下来休息。 两人打过招呼以后,卖奶油的问,你拿的什么? 我去卖上等纯净白蜜,你呢? 我带着一罐上等纯净奶油,到市场去卖掉,再买点白蜜配药。 如果你同意,我们把货交换了卖蜜的人心想。 我一罐子泥土可以换到一罐上等纯净白蜜,只有傻瓜才不干呢? 便高兴地同意了。 他说,他有许多蜜蜜,他要把蜜卖掉,买些奶油,准备女儿出嫁。 卖奶油的人也非常高兴。 他以为一罐子生口粪换来一罐上等纯净白蜜,占了天大的便宜。 两个人交换了罐子,便迅速分手,各走各的路了。 卖奶油的对自己的高明片树非常满意。 走不都远,便想去尝尝这上等纯净的白蜜。 打开罐子,用手指去抠。 只见一层薄薄的白蜜底下竟是泥土。 他明白了他遇到了一个像他一样的骗子,便大笑起来。 那个卖蜜的很快也发现了上等纯净奶油原来全是生口粪。 第二天,他们两个又来到市场,又在那棵树下见面了。 是你呀,一个问。 你也来了,另一个回答。 开头,两个人互相指责,谩骂,甚至要动起舞来。 但很快就和解了,却笑着夸奖对方聪明。 接着便成了好朋友,并且把两人的房子搬到一起,成了朋友家邻居。 他们商量着今后如何生活,后来决定走到远处去做生意。 他们便个人回家去准备。 一个叫老婆在面粉里穿上草木灰,烙成饼,还带些白灰装做面粉。 另一个也是这样,他们俩便一起上路了。 走到傍晚,他们停下来,直接柴河,打来清水,烧起篝火,准备做晚饭。 一个说,你的担子很重,今天晚上就用你的面粉煮稀饭。 明天再用我的另一个说,不,你挑的比我的重,今天晚饭先用你的面粉。 明天再用我的两人争来争去,谁也不拿出面粉,只好饿着肚子睡了。 早晨,两人又一起上路,傍晚来到一条河边。 他们又争论着,该谁先拿面粉,结果又饿了一夜。 第二天,他们又是赶路,争论,挨饿。 这时,有一个忍不住了,打开口袋,拿出白灰,装作自己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把灰放进开水里,然后骂起老婆来。 另一个也打开口袋,装作去拿面粉。 结果也说,我老婆和你老婆都是一样的货色。 他们互相嘲笑着,指责着。 一句谚语就是从这里得来的。 两个骗子的稀饭是白水煮白灰。 两个挨饿的骗子只好到村里去淘点吃的。 他们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一点东西也没逃到。 因为谁也不愿意开口,最后决定去偷。 他们走到一群绵羊跟前,但是牧羊人看得很紧,没有偷成。 后来又碰到一群山羊和母牛,也因为看守的盐都没有得手。 他们走到一个山岗上,看见底下平原上一个农民赶着两头公牛。 一个骗子说,听着,朋友,把这两头公牛偷来吧,可怎么个偷法呢? 另一个问,我在这里喊叫,农民就会向我跑来。 你把一条偷走,另一条我来想办法偷。 然后再在这地方会面说做就做,一个在山岗大喊, 阿尔阿玛,农民以为强盗在强人,便扔下自己的牛。 拿上棍子,喊道,我来了,牵迟处。 他跑到骗子跟前,问他,你怎么了? 我看见山底下一个人牵着两头公牛。 我想公牛一打起架来,会把那人撞死的。 我很担心,骗子颠三倒四地嘟囔着。 农民回头去看自己的牛,只有一条,另一条不见了, 便飞快地跑下山岗,钻进林子,找他的牛去了。 这个骗子趁机把这条牛也偷走了。 农民在林子里找牛找累了,便走回家, 可另一条又不见了,只好伤心地回家了。 两个骗子,个人偷到一条牛,高高兴兴地在老地方会了面。 他们把牛赶进一个山洞,把牛宰了。 一个骗子说,我的朋友,你到村子里去讨个火来, 我们来烤点熟牛肉吃。 我在这里把肉切好那一个同意了,到村里讨了火回来。 刚走进洞里,只听见他的伙伴用棍子敲着牛碎跑。 装作挨打的样子,用哀求的声调在说话。 不要打我了,请你等一等,等我的朋友来了。 我们马上就走。 这个知道他是在耍花招,便将计就计,把火种扔掉, 回家去,对老婆说。 把我放到庄严的袋子里,被我到邻居家去。 对他说,这是我丈夫偷来的盐,你丈夫一回来,我们就平分。 好把他们藏在山洞里的牛肉腌起来吃。 他老婆就这样做了。 邻居的妻子高兴地收下盐,把袋子藏到床底下。 傍晚,背信弃义地回来了,还带来一些肉, 随即把老婆和孩子叫去搬剩下的肉。 坐在盐带里的邻居听见房主在讲他如何利用自己的聪明机制骗过了他。 老婆说,他家没有盐,但他们邻居给他送来了。 把经过说了一遍,他丈夫又拿邻人的愚蠢嘲笑了一番。 这时,他老婆打开袋口,把手伸进来拿盐。 躲在口袋里的邻居抓住他的手,他吓得尖叫起来。 二,妈呀,这是什么? 这是主人问,谁?我? 邻居回答道,二,是你。 他们对自己的勾当惊讶了半天,又大声笑了起来, 然后把肉分开,各自回家去了。 从这里又得出一句谚语,骗子骗骗子,一个散一个。 第二天,两个骗子都带着老婆孩子到草原上去吃肉喝酒。 一个骗子看见一个树洞里有许多尿蜜的蜜蜂, 想美美地吃一顿蜂蜜,便把兽伸进树洞里去。 不料里头有条毒蛇,一口咬住了他的。 痛得他的一声大叫起来,你找到什么了? 另一个骗子问,我抓到一块金子,很大, 够我和老婆孩子一辈子用的了。 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那个骗子回答说, 拿出来我看看不行,我偷不出来, 你要拿,你就自己动手吧。 我可不能把这块分给你。 那个骗子也连忙把兽伸进树洞来。 毒蛇也一口咬住了他,他吓得大叫起来, 不是金子,是毒蛇。 就这样,两个骗子一起死了。